我生了重病 自己的亲妹妹却把我老公骗去表白 甚至给我发照片 劝我 你快放手吧 一个女人要学会自尊自爱 当她贴上我老公时 以为会得到回应 没想到下一秒就得到了一个过肩摔 我老公一脸阴沉 只觉得晦气 想翘我老婆抢脚 你也配 收到那张起哄表白的照片时 我发了高烧 我宠了二十年的亲妹妹给我打电话 语气娇娇融融 姐姐 你放手吧 她已经不爱你了 我硬撑着坐起来 让自己的声音显得不那么哑 是吗 那你让她接电话 不出我所料 对面听筒关了好一会 也没出现齐晨的声音 虚张声势 我吃了一生 这点手段还想抢我的人 齐晨追我追了六年 从大学追到我工作 在一起后更是占有欲极强 生怕我哪天后悔了离开她 她总担心 我会回头找自己的白月光 恋爱恼到我离开她的视线超过十分钟 她就胡思乱想 怕我因为什么不爱她了 至于我这个妹妹 从小我就让着她 护着她 什么好东西都第一个先给她 现在看到我老公百依百顺 跟我热恋卢出 竟然就冻了心思 上次我带齐晨回家吃饭 在饭桌上 她的眼神就赤裸裸的热烈 显然势在必得 她很漂亮 想得到男人的心轻而易举 不过可惜 现在齐晨基本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 她这场戏提前被落幕 我和齐晨大学时就人尽皆知 我性格内向 自卑怯懦 家里父亲去世后 母亲一心扑在继父身上 放弃了我和妹妹 每个月只记得打一笔钱 所以我把最好的 都留给妹妹路雨昕 齐晨知道后 发誓要让我再也不会羡慕别人 房产正习以民 工资全上交 没有婆媳关系 有第三者我先砍自己 她专一真诚 不加掩饰的偏爱 渐渐打动了我 所有社交软件上全部公开 哪怕连一些购物软件 她都不放过 只为了给我安全感 公司上市后 她将自己赚的所有钱 全部赚给了我 为了让老婆随心所欲的买买买 我只好再多努力一点了 她的真心 被捧着递到我的面前 所以 见茶 我连浇都不用 二十分钟后 我呼吸困难 高烧加重 门被推开 齐晨风尘仆仆的进来 我连眼睛都不想睁开 舍得回来了 齐晨扑通一声 跪在床边 这样的动作 她早已成习惯 老婆 我错了 我不应该被她骗出去 她说你发了高烧 被接回了妈家里 我就跟着她过去 发现不对劲 我就立马赶回来了 真的 老婆你现在怎么样 我身体不太好 家里常备一药箱 齐晨一边道歉 一边将药箱提过来 量出我的体温 听见我说嗓子疼 又急切地订够雪梨 要给我熬汤喝 行了 我伸出手 摸了摸她阴气美眼 急成这样 哪有老板的样子 对不起 老婆 知道了 我不想将病毒传给她 嚷着把我自己隔离起来 这样的特殊时期 养了的人成倍增长 尽管做好防护 我还是中了招 隔离什么隔离 比起病毒 我更害怕让你一个人被折磨 说到做到 网上所有的攻略教程 只要能让我好受点 她都愿意去尝试 半夜我睡不着 睁开眼 她疲惫地靠在一旁 醒了 怎么样老婆 我敏纯露出一个笑 回答她 很好很好 情况好一点后 她被我赶回了公司 关系不错的几个员工 我都加了微信 老板娘 在不在 在不在 我们公司来了个超级大绿茶 我来了精神 飞快回复 怎么回事 说说 有个叫陆雨昕的 自称您的妹妹 光明正大凭借关系 走后门进来了公司 现在满脑子 就想做老板的秘书 秘书 她激动地 直接给我发语音 什么人啊 您是没看到 她那要五扬威的样 这不快来收拾收拾她 我挑了挑眉 巧了吗这不是 我正准备找她说说这事 怎么还自己跑公司来了呢 趁着正好有力气 我化了个简单的妆 随便套了身衣服就出门了 网上说了 病毒都要特别注意身体 指不定脆弱的时候 就再次钻进来了 一踏进公司门 众人八卦的目光直直 往我身上挑 大家平时见面见得多了 关系都不错 这回我才刚进电梯 就有几个姑娘拉着我 老板娘 您怎么才来 陆雨昕今天高傲了一天 说当初本来应该 她和老板在一起 只是出了意外 您才会成老板娘 是真的吗 虽然是这样问 但几个人说着说着自己都笑了 满脸的荒唐 都当笑话说着听 我不禁也跟着笑 年轻真好 真有活力 电梯到了 叮了一声 我率先出去 陆雨昕说的那个意外 是很早之前 母亲突然想起来 有东西落在家里 让陆雨昕送过去 她恼怒的丢了一地 说不愿意 我替她送 就那样遇上其尘 没想到后来介绍我们出狱时 陆雨昕脸色难看 像谁给她刷了一层漆 不该是这样的 本来应该是我才对 我只能无奈到 是啊 太可惜了 此刻 眼前人们忙得脚不沾地 陆雨昕是新来的 谁都能使唤一下 小张戴着新白的眼镜 极其自然的 将一打厚重的文件 递到陆雨昕的桌子上 小陆 这个需要打印 下午五点钱拿给我 紧接着 是不断跟过去的众人布置任务 还有这个 你也帮我一下 这个拿着 做一下数据统计 明天早上能交出来吗 做得到是吧 那给你了 我看到陆雨昕的脸 渐渐变红 是气的 喂 你们干什么 我跟老板的关系 你们不知道吗 竟然把这些杂活都给我 我可是老板娘 她高昂着头 理直气壮 要是不知情的人见了 恐怕真得被她的气势唬住 老板娘 你 有人抬头 陆雨昕听见有人接话 更开心了 一转头 和我对上视线 我笑着羊了羊手里 咖啡的包装袋 她的身体一抖 姐姐你怎么来了 我一脸迷惑 我不能来 她脸色难堪 我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想说的是 我是老板娘的妹妹 门打开 齐晨揉着太阳穴的手 骤人停了下来 她惊喜的迎过来 顺利我的视线 正看见陆雨昕委屈的 站在工位上 要哭不哭 顿时就沉了脸色 不想干可以走人 我的公司不养闲人 陆雨昕被吓了面子 眼泪不受控制的涌出来 她咬着唇 不甘心地坐下去 我慢条斯理的 从她面前走过去 门关上之前 她拿起手机 不知给谁发消息 下一秒 我的手机响了起来 姐姐 你别这么得意 你还不知道吧 姐夫为了让我开心 专门将我安排在她抬头 就能看到的位置 我 那我夸夸你 再一次碰到她 是在洗手间 全公司上下都知道 我们的三脚链故事 每一个人搭理她那些小心思 她怨对的洒了洒水 朝着我问 你为什么不能把她让给我呢 这么多年 你不是习惯了 把最好的东西都给我吗 我没作声 她以为戳到了我的心事 而且你自己看看 你哪点配得上姐夫 学历不高 要貌不好 你俩压根就不登对 所以你聪明点 自愿退出 让我和姐夫在一起 这才是最合适的不是吗 我倒是惊讶 惊讶于她的直接 这是连装都不想装了 我学历不高这件事 没有人比她更清楚 当年是她苦苦跪在地上 爱求我供她上学 声泪俱下 求求你的姐姐 我不想没学上 我不想去工作 你一定不会就这样 见死不救的对不对 我那时候多心疼她 我放弃了自己再读的大学 跑出去打工 省吃俭用供她上学 陆雨昕对着镜子 理了理自己的衣服 无比自信地道 姐姐 你以为齐晨是真的爱你 她言笑奄奄 话中有话 男人嘛 心都是收不住的 要是她真的明心一意对你 怎么可能说我进公司 而且你不知道吧 我跟她表白那次 换做其他人 她都直接赶出去的 可她只是摸了摸我的头 让我别闹 不过是顾忌 你们这层婚姻关系 不然她早跟我在一起了 我觉得她很陌生 往常我只当她是被我惯坏了 性格脾气交纵了点 但大事大非面前也分得起 没想到她是真的蠢透了 一门心思不用在正道上 只觉得全世界都该围着自己转 我这个样样不如她的姐姐 最后却过得比她好 她不服气 不甘心 所以要抢走我的所有物 以此来证明她才配得上 几步后我回头 只见陆雨昕扬了扬下巴 尽是高傲和自信 我叹了口气 希望齐晨下手轻一点 毕竟 她的手段 我从前就见识过了 齐晨的战友欲强暴变态 她从小没有母亲 教她省施爱 一个人滴滴撞撞去摸索和试探 刚在一起时 我没察觉出来问题 只当她是太过于在意我 才会对我所结交的人产生干涉 直到后来有一天 我手机没电关机 她到处都找不到我 听同学说 那天她疯了一样冲出去找我 我见到她时 她眼角通红 极其用力地扯住我 将我带回了她家 为什么 为什么关机 把你关在家里 关起来 你是不是就不会再消失了 我被吓得一抖 这才发现她的不对劲 她的爱不同于正常人 这份爱里带着偏执和病态 她几乎无时无刻不再想 为什么我要去接触其他人 为什么我不能只看她一个人 月月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是真的想要限制你的自由 你别害怕 我不会伤害你 那天她在我面前 第一次彻底释放出自己的脆弱 我手上被绑了锁铐 见状只能无奈地坐起来 慢慢靠近她 我知道 我知道的 我一点一点小心地安抚住她的情绪 从那天开始 我不停给她灌注什么是爱 什么是互相尊重 这才有了现在的齐晨 虽然她骨子里仍然是个疯批 快过年了 齐晨年我年得紧 工作再忙也要抽出时间给我报备 一得空就给我打视频 撒娇说想听听我的声音 临近过年 她终于休了几天假 我窝在她怀里 正要享受这难得的时刻 床边的手机不停震动提示 齐晨睡得熟 我解锁一看 密密码码满屏幕的消息 大部分都来自同一个人 陆雨昕 姐夫 我有好多东西不明白 你帮我看看好不好 紧接着就是一张刻意拍摄的照片 看似对着电脑屏幕的文档 一旁偏偏放着镜子 精致打造的素颜妆 唇浴的白裙 侧面打过来的柔光 显得皮肤清透 看起来极其清纯 我要是男人 也能被勾得心痒难耐 姐夫 我姐挺无聊的吧 她那么闷 你喜欢她什么 和我说说呗 我最喜欢姐夫你这样的人 要是我早一点遇见你 应该没我姐什么事了吧 别误会 我开玩笑的啦 几年前 为了让她大学过得好一点 我省吃俭用 自己的衣服穿旧了 也不舍得扔 一个大学学历都没拿到的女生 要在社会上生存 是我从未想过的艰难 陆雨昕三天两头 哭着给我打电话 姐姐 大学花钱的地方太多了 我连好看的衣服都没有 是我都嘲笑我是香巴佬 凭什么呀 我狠了狠心 把卡里存的钱转给她 她喜笑颜开 姐 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 我坐着前台 一个月几千块 自己温饱都困难 最难的时候 我想过走歪路 是齐晨将我拉出那个灰暗的人生 她红着眼 死死抓住我的肩膀 求我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 放弃自己 为了我 她第一次向自己强势的父亲低头 回来的那天我掀开她的衣服 被触目惊心的伤痕刺痛了眼 心间密密麻麻都是酸涩 何至于为了我这样的人 被恶魔折磨 她轻轻擦掉我的眼泪 告诉我 别怕 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了 她不肯告诉我 具体发生了什么事 可我能猜到 等我到学校 发现陆雨昕却带着我给她的钱 肆意挥霍 荒诞度日 我第一次对她发火 从今天开始 我每个月只会给你固定生活费 其他的 你自己想办法 醒来的齐晨 见我面色不对 立马坐起来 怎么了老婆 下一秒 她嫌弃的指着照片里的人 茶味都要溢出来了 什么东西 别气别气 忘给这玩意拉黑了 说着 她就要动手删除 我脑子里却突然有了个想法 连忙拦住她 别删 让她发 再过几天一听女士就要回来 这些东西 也该让她看看 听到是我妈要来后 齐晨腾出了好些时间 陪我去商场选礼物 真到了那天 面前的人神情镇定 看不出任何破绽 若不是 我悄悄握住她的手 都感受不到这人的僵硬 放轻松 我妈应该挺好说话的 我安慰到 齐晨眼神烧暗 极其认真地回答 不一样的 这是你的家人 能否得到认可 对我来说很重要 我心下一暖 揉了揉她的黑发 好 知道了 说话间 门被推开 夜厅缓缓走进厅内 我刚要开口 她打亮的目光 不加掩饰地落在我脸上 像是很失望 阿月 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 我被她猝不及防的质问 打得措手不及 什么 你不要这样揣着明白装糊涂 她处在发火的边缘 立声道 你抢了妹妹的男朋友 竟然还明目张胆地 带到我面前 你是姐姐 我对你关心少 但我从小教你的道理 从不是让你做出 这种丢脸的事情 你们立刻就分手 我不同意 气氛骤然下降 我静静地看了她半晌 她这些年似乎过得很好 皮肤细腻 眉目如初 素色旗袍勾勒叫好身段 让她仍然如同 我记忆中那样温婉动人 只是这样咄咄逼人 充满失望的神色 倒是少见 这样想着 我反而笑了起来 妈 多年不见 上来就是白母亲架子 质问我之前 您有没有了解清楚 到底是谁抢谁的男朋友 齐晨站在我身边 早已没了之前的紧张 她大大方方将聊天记录递过去 面带嘲讽 阿姨 您自己看 夜拼眼神躲闪 迟钝着翻了几页 我几乎瞬间明白 她清楚一切 难怪 难怪明明甚少联系的人 突然告诉我有要事 让我必须带上齐晨 我满心欢喜 以为我那所谓的母亲 对我有了惦记 想要看一看自己的女婿 原来不是 这一刻我才想起 对我刻意忽略的记忆 当初爸爸去世 他在走之前 悄悄摸进房间 问妹妹要不要跟她走 声音很轻 我不敢动弹 听见妹妹奇怪地问 姐姐不一起吗 最后妹妹不愿意 她一个人扔下了我们 碰 陆雨昕着急地闯进来 下意识想要挽住齐晨的胳膊 姐夫 你别生气 妈妈不是这个意思 她误会了 不是这个意思 她缓缓勾唇 牵出几分恶意 那你倒是说说 这是哪场戏 她动作顿住 像是处在爆发边缘的狮子 拼命压抑着攻击性 她转过身 披零一眼夜心 以后就不必再见了 省得阿月恶心 那天后 陆雨昕消停了好一段时间 公司里熟识的小姑娘 给我发消息 说陆雨昕最近赚了信 工作任劳任怨 见人就笑 我隐约感觉到不对劲 正好电脑开着 我顺手调出了 齐晨办公室的监控 这还是齐晨很早之前 担心我无聊 让我没事看着 玩姐妹用的 当时撇了撇嘴 没事 树林哪天就想看点有意思的 此刻 监控调了一小会时间后 办公室有人进来 姐夫 打扰了 陆雨昕将一份甜点放在桌上 后退半步 站得很规矩 是我错了 我不该痴心妄想 她微低着头 我鬼迷心窍 一时冲动 说了不好听的话 才让妈妈误会 我现在已经明白 以后不会再搞那些小动作 而且我了解姐姐的一切 我愿意帮你讨姐姐欢心 她说得很真诚 监控看不全 我平静地听她 继续喋叠不休 说完了吗 骑尘头也不抬 滚出去 姐夫 你是想我烦吗 陆雨昕眼里蓄了泪 咬唇道 对不起 我只是想帮你 我是喜欢你没错 但我现在也是真心想对你们好 没关系 来日方长 你会看到我的心意的 我在这头同步说出了她的心声 小白花专属台词 以退为进 让人心疼 门没关 八卦的众人纷纷缩回脑袋 陆雨昕最近风评好转很多 不过片刻 哭得楚楚可怜的女孩 和神色近乎冰冷的老板一经对比 即使再讨厌 也会有人为她鸣不平 有人站出来 小鹿 你别哭 陆雨昕转头 想得到安慰 她等了那么久 就是为了众人能站在她这边 陆雨昕泪眼朦胧 一点一点靠过去 像是终于找到了同伴 面前的男生穿着洗的发白的衬衫 拍了拍她的肩 与众心长道 我们老板就是这样的 冷漠无情 除了老板娘 她对谁都是平等的蔑视 你看开点 要习惯 陆雨昕 她本以为会得到支持 没想到这是一个大指南 安慰没得到 反而在她的心上再戳一刀 我笑出了眼泪 再看齐晨 眉头皱得紧紧的 满脸写着嫌弃 毫不犹豫地把那颗甜点扔了出去 什么东西 晦气 她嫌弃道 我看完了好戏 齐晨的电话就打来了 她仿佛猜到我在做什么 抬眼看向监控的位置 目光四弹隐忧深 老婆 许家那边今晚有个宴会 想去玩吗 我有点兴趣 只有我们几个熟人吗 齐晨柔了柔眉心 很疲惫的样子 是 我吩咐人看的陆雨昕 追不过来的 我立刻应声 那我去 齐晨比我先到 今天的聚会都是认识的朋友 我缓步过去 正听见许家的弟弟在苦恼 哥 我最近遇上的甩都甩不掉的绿茶 我女朋友太温柔 都快被气死了 见我来了 她眼睛一亮 嫂子 你快说说 你俩有没有遇见过这种事 或者给我提个建议也行吗 这就巧了 我削完了眼 给她提供了不少有效方法 余光里 来来往往的服务生 夹杂着一道熟悉的身影 我随意收回视线 并没放在心上 后来 后来发生了什么 我皱着眉头回忆 只记得明明都是熟人的聚会 我却一时模糊 被朋友们搀扶着送到房间 说让我好好休息 等我再醒来的时候 天色早已昏暗 只剩一盏暖色台灯 对不起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冰冷的女生不断重复 我不愿意相信 自虐般一遍又一遍打过去 齐晨他从来不会关机 一定是出了什么事 我连忙去翻通讯路 还没来得及拨号 邮件提醒就弹了出来 姐 你来三楼最后的房间 我要让你亲眼看看 你所谓最爱你的老公 究竟有多不堪一击 我破天荒得有一次慌乱 我相信齐晨是爱我的 所以我慌得指示 齐晨会不会弄死陆雨昕 等我冲到那里时 打开房门 陆雨昕被捆在凳子上动弹不得 她嘴里呜呜地叫着 额头都是汗 惊恐和害怕统统暴露出来 齐晨只是冷漠地坐在一边 连眼神都没分给她 我很熟悉她这样 齐晨越是平静冷淡 情绪就越不稳定 如同带爆的炸弹 之前陆续戏小打小闹 我懒得跟她计较 齐晨爱着我的缘故 即使在生气 也顾忌着她是我的妹妹 没有真的出手教训 只将她放在公司看着 以防她作妖 但这次不一样 我抬头打量周围环境 精心布置的情侣房间 暧昧氛围灯 她身上的裙子被水侵湿 若隐若现 看得人脸红心跳 我不忍直视 给她披了件衣服 齐晨 我的喊声让她有了动静 齐晨回头 见到是我 周身冷漠的气息消退了几分 我知道 她不想吓到我 她害怕我看到她 彻底失控的样子 可我怎么会害怕呢 我们一路走来的这些年 她爱我 护我 时时刻刻将我放在心里第一位 从没有一丝一毫的懈怠 别人都说几年之痒 平淡期 我们从来没有 我们一直都在热恋 是她让我对这个灰暗的世界 再度产生希望 让我明白 这世界上就是有一束光 是为你而打的 有一个人是为你而来的 那个人只属于你 发生了什么 我试探着 小心翼翼的靠近她 话语里带着安抚的意味 齐晨紧紧抿着唇 似乎难以启齿 我连帮小声道 没事的 没事的 我们不讲 齐料 过了好一会 她一把将我扯进怀里 委屈地将下巴磕在我的肩头 老婆 这人对我图谋不轨 你看 我好不容易才把她控制起来了 我哑然失笑 像红小狗狗一样 回抱住她 我知道了 我老公做得最好 是吧 在我与陆雨昕彻底断绝关系后 公司毫不留情地将她赶了出去 宴会那件事 我没去细问 齐晨的心里有很强的界限 陆雨昕冒神莽撞 一头想冲进去 结果只能是头破血流 她没那个本事 齐晨自从那天后状态奇怪 说话绝不超过十个字 也不敢与我对视 在我看不见的地方 就总是可怜兮兮的偷看我 她助理某天看不下去 一股脑全交代了 老板娘 你别看我们老板 一天跟正经人一样 什么事都没有 冷静的能把办公室众人冻死 但上次您妹妹那个事 着实给她造成很大的影响 我心里咯噔一下 猜出几分 说重点 我敲了敲桌子 她憋了又憋 想了半天总共用词 最后缴械投降到 她觉得自己不干净了 我 那天您休息以后 陆雨昕不知道怎么混进来的 大概是偷偷摸摸跟踪您 来了宴会现场 买通了几个工作人员 自己悄悄躲进房间 据小助理回忆 当天齐晨在宴会结束后 本打算来找我 半途被不知 从哪冒出来的 服务生硬生生解听 齐晨有所怀疑 干脆将计就计 刚踏进房间 娇软的身体就贴上来 像是等了很久 心有不满 怎么才来啊 齐晨一瞬间 就感到了身体的不对劲 头血运的厉害 发恶狠的掐自己的身体 保持清醒 陆雨昕对自己的计划 极有信心 她坚信此刻 齐晨没有力气推开她 她点起脚尖 捧住齐晨的脸 就要吻上去 砰 重重的落地声响 一阵天旋地转 齐晨毫不怜惜 给了她一个过肩摔 陆雨昕疼出了眼泪 你 她抬起头 这才看见 齐晨脸色阴沉的厉害 她吓得一抖 只感觉铺天带地 都是冰冷的恶意 直觉让她下意识想逃 你是什么东西 也配跟阿月比 齐晨神色冷淡 不顾她的惊呼 踩上她的手 乃只手碰得我 不堪忍受的怒火席卷了她 她一想到自己被算计 就浑身难受和恶心 就都别要了 陆雨昕不停地喊 我错了 我错了 求求你放过我 但已经晚了 她的手废了 陆雨昕痛晕了过去 最后一秒 她都不停地再后悔 自己真的招惹到了一个可怕的疯子 我给齐晨发去消息 约好去公司找她 就快到楼下时 突然冲出一道人影 面色癫狂 我定睛一看 她手里提着刀 你们这群资本家 我要杀了你们 来往的人被她刺进心脏 连话都来不及说出口 血色染了一地 我迅速后撤 那人发现了 紧追不舍 跟上来将我压在身下 她眼里是即将成功地疯狂 杀了你 杀了你 想要报复社会的快感 吞没了她 我死死撑着 力气不及她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刀尖 渐渐没入我的胸口 钻心的疼痛 使我的身体开始无力 我无助地想 难道要死在这里吗 千军一发之际 有人撞开了她 愣着干什么 没死就赶紧跑啊 是熟悉的声音 竟然是陆雨昕 那个男人被这一撞 更是恼怒 他握着那把满是血迹的刀 在空中胡乱滑着 去死 都非我去死 围观群众没人赶上前 我冲着人群喊 报警 那个黑衣服的大哥 快报警 大哥手忙脚乱地 打开手机报警 男人看了看周围 知道自己逃不掉了 老子死也要拉个垫背的 他恶狠狠地冲过来 我躲闪不及 伸出手去挡 预料之中的痛没有袭来 我愣愣地 看见陆雨昕无力地倒下去 看见赶来的警察控制住歹徒 看见齐晨 劫后余生地将我揽进怀里 一切都好像混乱了 世界在我眼中 突然变成录像带 一默默场景走马光花地 在我脑海回放 我不受控制地感到窒息 我问 他是不是死了 齐晨遮住了我的眼睛 低声颤抖道 别怕 温热的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 我将头死死地埋进他怀里 难以言喻地痛楚 让我发不出声音 记忆里我很少哭 作为姐姐 我一直以来 都是最懂事最听话的孩子 我知道就算哭了 也得不到什么 我告诉自己 眼泪没有任何用处 因为我要是哭了 妹妹怎么办 刺耳的鸣笛 声声刺激着我的耳膜 人群接连不断地阐述 刚刚发生的事情 我曾以为 我不会再为陆雨昕 有任何情绪上的波动 可是这一刻 我忽然就意识到 我永远都不可能 真正将他割舍出我的生命 小时候那个什么 都想着给我 软软诺诺伸手 要我抱的小姑娘 她永远都存在 只是为什么 为什么 我们走到了这一步呢 结果出来了 那个报复社会的人 因为故意杀人 被判了死刑 因这场事故出事的人 一共五个 两死三伤 陆雨昔伤得重 在鬼门关走了一早 还是活着回来了 我很难说清 我对他的矛盾心理 在我最厌恶 最失望 将要放弃他的时候 他为了我 他背靠着床面 他背靠着床面 轻轻闭上眼 我过得不幸福 谁也没资格得到幸福 我的妹妹 我竟然不知道 她也执拗偏执 而她的偏执 从妈妈离开那一刻就有了 她选择留下来 和我相依为命 却在日复一日 贫困的生活里 感到压迫 她开始想 如果她当初跟妈妈走呢 是不是会过得不一样 可惜没有如果 我努力打工赚钱 挣我们共同的学费 挣生活费 供她上学 却没注意到 她渐渐变得不似从前 她光鲜亮丽 她或许也会愧疚 心疼 但长久以来的对比 让她意识到 她的姐姐 已经不再是当初 那个站在领奖台上发光的人 而她自己 已经站得比姐姐更高 做得比姐姐更好 倘若我的爱人不是齐尘 而是随便将就 遇见一个普通男人 结婚生子 或是与其相爱 她都不会偏激 偏偏我得到了一个 为我而来的人 于是她心里失衡 开始偏激 她讨厌我 恨我 骨子里却爱我 是生生扯不断的血缘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离开前 她不再看我 只是问 你会原谅我吗 我头也不回 不会 她笑起来 那就对了 我也同样 会一直恨你 但是 对不起 齐尘见我出来 沉默着没说什么 她扣紧我的手 指尖滚烫 眼里是止不住的心疼 老婆 我感受着她传来的温度 安慰道 我没事 她说 后续的事情都安排好了 别的你都不用担心 我给她介绍了工作机会 剩下怎么走 靠她自己 我点了点头 回头望着她的病房 有风吹过来 白色沙帘被掀起一脚 大带此生都不会再见了 我低头 随后牵着齐尘的手 再无留恋地离开 希望她好自为之吧 再见 我的妹妹 齐尘是脚 我自小就知道 父母并不是真心相爱 听家里的阿姨说 我母亲是极其温柔的女人 尽管上夜联姻 也从没跟父亲闹过什么脾气 纵容她在外的阴阴阴 直到有了我 我那顽劣不堪的父亲 才醒悟自己是有家庭的人 她开始回归家庭 照顾母亲 事事以她为先 可母亲却日日消沉 是机遇成疾 生下我不到半年 她选择了自杀 一书里字字句句 都是对她的控诉 因为我是被迫出现的孩子 我的存在让她痛苦不堪 自那开始 我父亲就疯了 她把我当成害死母亲的凶手 每每看到我的脸 就会忍不住发火 都是你 她暴怒的拳头 一下又一下落在我身上 你怎么不去死 都是因为你 她才会选择跳楼 年幼的我只是 哭着摇头 并解道 我没有 随后换来变本加利地毒打 这些年 身上数不清的伤痕和烟疤 几乎让我麻木 新来的阿姨摸着我的头 讨好的说 你爸爸是爱你的 只是方式不一样 他们说 父亲的冷漠是爱 暴力是爱 将我锁在地下室 不顾死活是爱 他们说 我妈妈死是因为不懂得珍惜 可我总觉得 不该是这样的 我厌恶这里的一切 厌恶她将我按进池子里 想要让我溺死去赔罪 厌恶她高高在上 领着一个又一个女人回家 厌恶猝不及防 砸过来的酒瓶和戾气 疼痛清楚地在告诉我 我不能永远待在这里 所以我逃走了 我遇见了陆岳 她跟从前那个孤僻的 我很像很像 我总在想 我们会不会是同一类人 但她不是 她年少爱过一个人 爱得轰轰烈烈 却惨淡收场 她眼里的光 怎么都掩不住 是热烈的喜欢和憧憬 和我父亲所谓的爱 完全不同 陆岳 我喜欢你 她惊讶地抬头 别骗我了 你眼里没有任何喜欢 那你教我 我诚恳道 我什么也不会 只凭着本能对她好 直到后来我们相恋 某天她联系不到 我没来由的恐慌与害怕 内心深处 那根缠绕着我的藤蔓不住的收缩 她也要离开吗 如果我把你关起来 你是不是就不会离开我 是不是就会一直爱我 陆岳似乎被我吓到了 她轻颤了下 眼眸低垂 密密麻麻的尖刺 让我的伤口不停滴血 我将自己拨开全部 坦白了所有 闭上眼睛接受她的凌迟 而后不过片刻 她靠了过来 没关系的 齐晨 我忽然就落了泪 她说 你只是生病了 我不会走的 我紧紧地抱着她 仿佛用尽我所有力气 只想将她揉进骨血 别骗我 陆岳 别骗我 永远不要骗我 陆雨昕消失在了我们的生活 我派人盯着她所有动向 知道她去了别的城市 接受了我推荐的工作室 认真工作 陆岳时不时会望着窗外发呆 她藏了很多心事 我看不透 但是 随意吧 不告诉我也没关系 只要她想讲 我随时都愿意听 陆岳最近迷上了一篇短故事 她捧着手机 不厌其烦地重刷 问我 你不觉得这很像我们吗 我蹭了蹭她的脸 还好 余光匹见作者名称 源渝 没印象 不认识 我并没将这事放在心上 见她的视线不回 一时气急 抽走她的手机 她不满地回头 我笑着凑过去吻她 长夜漫漫 总有别的事 能换回她的注意 直到很久以后 我偶然披荐她 写在备忘录的一句话 争中了片刻 她说 两个孤独的人相遇 救赎了彼此 我也总在想 何其有幸 遇见就是医生了